近日,有媒体在网上曝光了一组照片,照片中显示,女明星李怡童和恋人碧文俊在同一家酒店过夜,一次两人恋情曝光。 据悉,两人被拍当日,一前以后的进入酒店,碧文俊被拍时,手里拎着外卖,第二天才离开。 南方离开没多久,对方就贴着面膜,走向了自己的保姆车。 早在9月份时,两人就被拍到了并肩逛街的画面。 虽然他们一路刻意保持距离,但还是被眼尖的网友们发现了。 这一次被拍到是同一家酒店过夜,看来两人确实正处于热恋。 李怡童的恋情曝光后,网友们瞬间沸腾了。 有网友表示自己很看好两人,坐等他们的官宣。 还有网友表示李怡童大南方七岁,这样的感情也许不长久。 如今的李怡童已经31岁了,性格低调的她一直勤勤恳恳地拍戏, 出道至今并没有什么太大绯闻,年纪小又能吃苦的她, 虽然长相不完美,但却从来不缺资源。 没出道多久,更是直接和老戏骨陈建斌扮演情侣。 李怡童曾表示恋爱是一件随缘的事情, 只要爱离子,其他的都不重要。 这样简单坦率的女孩子,谁会不喜欢呢? saides,这次是个名字。 说话,请不动和女孩子,感觉不动和女孩子, 美兰的女孩子,你一直在想发现那颜兰主年。 你饿了什么意思?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